花莲职棒例行赛今年5月期展开花莲系列赛 2号到5号为统一师主场 不同以往由县长还有立委为赛事开球 从2号开始就邀请花莲县 勇夺全中运金牌的射箭队 举重以及跆拳套等选手 合力开球为赛事揭开序幕 也邀请更多乡亲为花莲的体育赛事到场加油 中华职棒例行赛 今年自5月期展开花莲系列赛 2日首场赛事于德星棒球场热血登场 由同一7-11师主场球队对上中信兄弟向队 有别往年由县长和立委为赛事开球 今年改邀请为花莲县勇夺全中运金牌的男子射箭代表队 合力开球为赛事揭开序幕 让我们孩子为花莲成功 让孩子们让大家能认识 而且大家为他们会特彩 在今年的全中运4月27号 刚拿到热烹烹烹的我们高中男子组 射箭环体组 金牌我们三位选手 给我们赏声 黄黄 欢迎 我们的张海安 以及是破奥运纪录了 我们的张桃杰 还有我们黄丽纯 给我们赏声为花莲拿下两面金牌 好 今天我们正会邀请我们的主动选手 也为花莲拿下两座金牌 后天更是为花莲拿下禁军 我们雅运的国家的选手 所以花莲是一个运动的摇文 花莲有热情的孩子们 在为花莲人生争端 为花莲争端 我们亲爱的光荣花莲人 我们是不是要为我们自己的孩子 加油鼓励 给我们最好的感情 另外也邀请为花莲县 勇夺全中运金牌的男女举重好手 以及跆拳道等好手 为接下来例行赛事开球 5日赛事后 19日至21日 则是为全龙主场赛事 为推动永续旅游 推出景点打卡兑换票活动 市民热血职棒月一起玩花莲 同时hashtag花莲县政府停职棒 即可兑换当日球票 热爱棒球的民众不要错过 接着讲帮演 华林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